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明天开始财富临门,大运横生,好运到年底的七大生肖,鼠龙,鼠龙的人,从明天开始天天都有惊喜,好事临门,喜事将近,鼠龙的人,不仅在财运上是极佳的,就连桃花运也不错,他们很有可能,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摆脱单身。 或者天丁天喜,鼠龙的人如果买彩票,那么中大奖的几率一定是很大的,鼠鼠,鼠鼠的朋友们运势真的很好,大家一边在享受家庭幸福和温馨,一边可以去迎接更加美好的运势。 这段时间离鼠鼠的朋友们,有机会走偏财运势,说不定买彩票就能中大奖,这个机会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,抓住好运势才能中大奖。 当然有了这种好运势,大家还得去努力争取,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,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有钱人。 鼠马,鼠马的人在这段时间,抽奖的机会很大,鼠马的朋友们也迎来了好运气,这段时间里大家可以许下心愿,将自己的愿望都做好规划,为了他们能够实现而努力。 如果闲来无事可以去买一张彩票,说不定真的有机会中大奖,当偏财运势大好之后,希望大家能够争取去收获。 鼠马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忘记去努力,能够轻轻松松得到更多的金钱。 生肖猴,鼠像猴的头脑是最聪明的,特别是做生意方面,你们总是会举一反三。 原本一只枯萎的花朵,都会被你说成芳香涌流人间,未来三个月你们将会遇上贵人,时来运转,事业一飞冲天,马上就能财运亨通,金玉满堂,轻易就能成为百万富翁,买个彩票就能中奖,不过为了人脉圈的进一步拓展,一定要多出门走动走动,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哦。 生肖猴,兔年出生的朋友,十年运势不是十分如意,万事都要费心劳力,而且也不能朝住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,在生活中严以律己,所以他总是能抓好良机。 而这些好运气,往往会为他们带来好命运,在七月走到头,接下来会时来运转,迎来一波上涨,不仅财库被修补,而且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。 有望在年底前实现阶段性的目标,生肖牛,生肖属牛的人肃性迟钝,洞悉力极强,十分擅长进修,而在将来的三年内,他们会刮熟地落地,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桶金,朋友将会取得很不错的发展机遇。 不仅个人事业迅速上升,而且桃花旺盛,爱情美满,运气一飞冲天,做家务前也是要打理自己的,出门更不用说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们的审美会越来越高,生活也是越过越精致,生肖鸡,生肖属鸡的人,从明天开始财神送财,金库大开,事业运强劲,适时属鸡人, 将迎来自己招财尽宝的日子,无论做什么都能够赚大钱,他们有财神送财,财源滚滚自然挡不住,贵人引财,财富满贯,一直望到年底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生肖虎,鼠,鸡,马,牛,羊幸福来敲你家门。 财运道,生肖羊的人常常自命不凡,手脚麻利,做事很有效率,近期有五行水生木之举影响,届时好运到来运势顺遂。 大富特富,如果将机会抓住,有外债的朋友轻松还清,往后吃喝不愁。 另外生肖羊之人这个月,能够追寻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,攀登更高峰。 同时我们给的建议是,遇到问题,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相信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。 经过这些努力,未来幸福来你家敲门。 生肖猪,生肖猪之人对重视的是,很心细平易近人,并且心里比较有想法,追求心强烈。 近期天赋即兴加持,到时候运势进入了上升阶段,横财连连,假如顺利抓住时机,定能家庭美满。 同时生肖猪的人,凡事最好谋定而厚动,避免机会流失及造成不必要损失。 未来轻松富贵日子越来越幸福,外债还清,买了豪车买豪宅,生肖猪,生肖猪之人朋友遍地。 有时会因感情问题而太过固执,他们的世界只有唯一,没有前任。 近期的时候出纳官,得金贵即兴照耀,届时运势红到流油,霉运散尽横财来。 在此好运的影响下,聚财一流,外债全还清,事业权位方面会较为顺心。 此外生肖猪的他们工作中,随着好运加持和能力提升, 王后职场中有望不断收获成功,定能荣华富贵享受一生,幸福就此来敲门。 生肖猪,生肖猪之人意志坚强,忍耐力强,而且为人直爽,很不喜欢拐弯抹角。 近期官路工得陆勋其兴照耀,到时候好运到来运势顺遂,有钱有势富到流油。 假如顺利抓住时机,睁眼闭眼就富贵,定能成就不菲家业。 另外生肖猪猪的人,不要把遇到的不顺烦心事,影响到自己的家人。 今后家中财运十分丰厚,家业兴旺,财运一到,外债还清,买车又买房。 属鸡的朋友们,要留意你的财运了。 生肖猪,生肖猪之人,遇到问题经常胡思乱想,但是其性情却是十分的善良。 近期田宅功得华盖吉星庇佑,届时运势如虹,走大运赚大钱,倘若把握住好运,竟想他人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。 此外生肖数的他们因此好运,工作中随着眼界提升和人脉开拓,今后收入颇丰,钱袋总是都是鼓鼓的。 财运一到,外债还清,买车又买房,幸福已经来临,准备好迎接他们回家吧。 生肖猪,生肖猪的朋友对在乎的人,往往没心没肺的好,他们能说会道,天生适合与人打交道,近期官路宫,得闻取吉星庇佑。 到时候运势旺道爆棚,财运和贵人运起家,倘若把握住好运,外债还清,买了豪车买豪宅,此外生肖户的他们,当下时机很好,比较适合创业投资的开拓。 同时要注意,最好保持保守的投资态度,相信老天不负有心人,经过不断奋斗,往后生活灿烂光明,幸福来敲你家门了。 生肖虎的朋友们,准备好迎接富贵人生吧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友,留下自己的心愿,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感谢观看